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排名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第80位 中国建筑用跨越式的发展 正树立起中国建筑地毯企业的世界标杆 1982年9月7日 因阿尔及利亚政府邀请 中国建筑就曾建鲁伊巴200套住房召开会议 决定以首约 保质 国力 众议为方针实施该项目 这是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首次合作 也是中国建筑在阿尔及利亚30年发展历程迈出的第一步 1983年10月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驻阿尔及利亚经理部 在阿尔及利亚贸易部注册成立 从此 一代代中建人风雨兼程 攻坚克南 代表中国形象成为中非世代友好的桥梁 从此 伴随着阿尔及利亚国家建设 中建阿尔及利亚分公司 实现了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历史蜕变 21世纪初 伴随着阿尔及利亚经济建设的高潮 中建阿尔及利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至今 业务已涵盖酒店 机场 办公 会展 宗教 体育 商业 国防 教育 医疗 住房 司法 水利 道路等 14个专业领域 特莱姆 特莱姆 旺豪酒店 被布特弗利卡总统誉为 镶嵌在特莱姆 皇冠上的一颗摧灿珍珠 阿尔及尔布麦丁新国际机场 北非最大的国际机场之一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新办公大楼 荣获2012年度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阿尔及利亚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建成后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 最先进的会议中心之一 加玛大清真寺 将成为 即麦加和麦地纳之后的 世界第三大清真寺 拥有世界最高宣礼塔 本阿克努恩综合体育馆 非洲第一座 带屋顶开启系统的 综合性体育馆 商业建筑 规模宏大 技术先进 代表性强 兵营项目 是与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 又一次成功合作 康斯坦丁大学城建成后 将成为非洲最大的大学城 奥兰医学院 是非洲最大的 现代化综合性医院 中建 长期治理于常建 阿尔及利亚政府 推出的社会住房项目 帮助阿尔及利亚 众多百姓 圆了 重房梦 十三省监狱项目 总建筑面积 一百万平方米 2500立方米 球形水坦等 一系列水利项目 为阿尔及利亚民众 解决了 因水资源相对短缺 带来的生产生活问题 第八萨省48公里 快速公路 被公共工程部部长 古乐廷讲为 阿尔及利亚公路建设史上的 伟大成就 南北高速公路 西法段53公里项目 是阿尔及利亚境内 地质条件最复杂 施工难度最大的 高速公路 限制保障 价值创造 三十年来 中国建筑 在阿尔及利亚 完成项目 一百余个 施工面积 1389万平方米 分布三十六个省 阿尔及利亚分公司 已经成为 中国建筑 最大的海外分支机构 阿国建筑市场 知名承包商 中建阿尔及利亚分公司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得到了阿国政府和当地百姓的广泛赞誉 满意客户 成就员工 回报股东 造福社会 领程 获展幸福空间的使命 中国建筑 以实际行动 表达了中国人 愿与阿国人民 有灵为善 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的 美好意愿 欢迎议目 我是1993年到达阿尔及利亚 我是2004年10月份来安的 2002年 12年 2008年到达阿尔及利亚 2002年 2009年 1998年 2004年 2011年 2012年 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了7年 工作了4年 已经有6年了 7年了 2年了 4年 11个年头了 15个年头 我们2013年家居中国建筑 我们即将去阿尔及利亚工作 30年开拓 在阿尔及利亚 中建人留下一行行山坡的夺境 30年成长 中国建筑与阿尔及利亚 共同复兮和谐发展的天章 30年传承 将伴随中建人继续前行 诚信 创新 超越 共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